Hello 欢迎来到阿头业读 本周呢 阿头要来分享一本书 觉得对自己甚至是身边的人都非常的有帮助 他的书名非常的吸引阿头 书名是 你需要的是休息而不是放弃 那本书的作者有两位 特别 第一位是蔡嘉玄老师 第二位是叶品希老师 那这次的出版社呢 是由亲子天下出版的 那他的副标题呢 可以给我们一点点看到这本书里面的内容 阿头来念给大家听 人生有难题时 让心理学带给你光亮 引导出心之所向并照亮前方 好了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进入主题咯 这次的书籍啊 你需要的是休息而不是放弃呢 是阿头从一个podcast 也就是像呢 听广播的iPhone里面 有一个节目叫做 哇塞心理学 这个心理学呢 有好多的知识 有兴趣的人可以多多去聆听 那阿头今天就直接进入本书 那本书的部分阿头分成三个部分 我们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与他人的面向 第二个是与自己的面向 第三个是与家人的面向 好 那我们就按照顺序来说咯 首先呢 我们在与他人的面向 阿头认为啊 现在是一个华世代 什么是华世代 就是人人都是华手机 为什么人人喜欢华手机阿 因为人人都有错失恐惧症 英文叫做fear of missing out 简称FOMO 那FOMO就是说我们在跟人群相处的时候 与他人的面向的部分 是害怕错过一些资讯 让我们去容易去跟别人失去的连结 为什么 好像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就没有办法跟你有讨论有沟通 那怎么去解决这种错失恐惧症呢 很简单 我们只要加强我们的自我觉察 还是很抽象 对不对 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作息正常 减少网路的时间 那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参与实体活动 真正的与人互动 可能可以减少这种错失恐惧症 那第二呢 处理内疚 因为与人相处就会有产生内疚 怎么说 比如说我们今天取消了一个约会 或者是取消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这时候我们看到家人的表情 或听到家人的声音 朋友的声音 是不是会产生内疚呢 其实处理内疚的方式 本书也有讲到有三种方法 第一 少用应该 多用可以 所以你不用说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 可以改成说我可以怎么样 那第二个方式呢 可以问自己说 这真的是我可以负责的吗 这真的是我的责任吗 问自己一个问题 有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内疚给解决掉 第三个 我们可以去接纳自己的情绪 有时候情绪负面来的时候 我们不用跟自己讲 我不要去想 我不要去想 而是我接纳我此刻负面的情绪 其实无形中也可以处理掉我们的内疚哦 那接下来第三个 与他人的面向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是 我们也要学习会独处 那独处呢 他分为低品质的独处跟高品质的独处 你有没有发现啊 有的人独处啊 他是放弃没有活动 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可能一天睡15小时啊 或者一直追剧啊 那其实这都在在证明就是他一个人不敢静下来跟自己独处 相处 这就是低品质的独处 那反之高品质的独处呢 其实是可以独自一个人 可他感到很自在哦 有时候他孤独 但是他不会孤单 他不用去回应别人的期待 主动思考 他可以安排自己喜欢的活动 总之呢 高品质的独处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当下 细细品味自己享受自己的独自时光 像阿头自己本身就喜欢运动 阅读 其实这都是一个高品质的独处 而你呢 你的高品质独处是什么 有机会跟阿头分享 那第二个面向是与自己 与自己的部分呢 首先现在人都过于忙碌啊 他有一个地方都忽略了 要学习温柔的对待自己 怎么温柔的对待自己啊 阿头有四个小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第二可以作为一组 第三第四可以作为一组 一二就是觉察辨识 我学习常常觉察辨识自己的情绪 当情绪来的时候 你就帮你自己的情绪打分数 比如说我现在感到好难过 我现在感到好高兴 那你就说我此刻的难过是几分 我此刻的高兴是几分 小小的一个动作 可能就可以帮助你温柔的对待自己 接下来呢 C跟D就是第三个跟第四个可以一组 可以静下来的专注在呼吸 比如说有的人就会冥想 阅读运动 其实啊亲身的告诉自己 很多事情自己都办得到 一定可以的 那第二个 阿头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自我对话 自我对话呢 阿头最喜欢的方式 本书也有写到 书写 自由书写书 把所有的情绪通通都写下来 不要保留 只给自己看 有时候也是一种 抒发情绪的方式 休息的方式 就像本书来说 你需要的休息 而不是放弃 那第二个小方法 阿头觉得还不错 也蛮有趣的 叫做蝙蝠侠效应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阿头要跟自己加油 就说 我要加油 第一人称 好像会有压力 对不对 如果做不好的话 那再来第二人称 阿头讲的 第三人称也是 阿头加油 OK 那感觉好像 透过这样的距离 这样的加油 是不是压力又降低了一点 那本书还要讲到一个 你的偶像是什么 像阿头的偶像是美国队长 那可以试着讲 美国队长加油 那这就是 当你对自己的偶像加油的时候 其实因为透过不再是自己了 你的空间拉开了 拉开空间 压力减少 那你的效果就越好 这就是所谓的蝙蝠侠效应 虽然叫蝙蝠侠 阿头喜欢美国队长 那第三个方式就是提升复原力 非常的重要 怎么提升 其实非常的简单 复原力呢 通常心态有两种 一种是定型心态跟成长心态 一个定型心态的人 就是大部分说 反正我能够控制周遭的能力 我都是固定的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 都改变不了 这样要复原 当然困难 可是一个成长型心态的人 他不会这么想 他会想说能力本来就是后天可以培养的 失败跟挫折 不过只是人生的片段 未来一定可以一直进步变好 因为他觉得可以一直成长 所以成长心态的人呢 他的复原力当然会比人更好 所以他觉得休息就可以走更远的路 而不是放弃 那最后一个与家人的面向也很重要 常常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家人 很简单 第一 首先我们没有办法给很多的爱 那他的本书就有提到说 要把自己爱回来 怎么爱自己啊 很简单 当我们常身份多重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跟好多人相处 比如说同时照顾小孩 书籍说的 又要照顾家庭 又要赚钱 一个人在同个时间分式三角 可是呢 要常常做一个留白的 给时间给自己 像本书就说 他就是一个留白妈妈 为什么 因为他留点时间跟空间 做自己喜欢的是 爱自己 因为把自己充满了 我们才有能力给出更多的爱 那第二个呢 学会倾听 懂得倾听 倾听的三方式 第一跟家人相处的时候 一定要闭上自己的嘴 第一个 克制发言的冲动 第二 表情要专注 如果你跟他沟通 倾听的时候 一定要很认真的看着对方 第三 正向回应 正向回应 阿头之前有分享过 就是同理心 如果忘记同理心的话呢 一句话阿头送给你 如果你是他 你会有什么感受 那就是同理心 那最后最后阿头觉得 这是本书的最重要的关键 也就是专注在当下 专注在当下 有一个方式叫做正念 阿头以前读到正念 这两个字以为是 要正向积极 结果不是 正念就是正 就是指正在当下 念就是念头 所以正念的意思 不是正向思考 而是把你的思绪跟念头 都放在当下 这样有什么好处 因为当你的思绪是放在当下 你的大脑就不会去想到 过去的种种点点滴滴 好与坏 也不会去害怕 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因为你专注在当下 专注在呼吸 试着练习 有时候会失败 但练习久了 你会发现连洗个手 洗个澡 做个事情 你都可以享受水流 经过身上的感觉 享受当下 不知不觉的 幸福就会来跟我们敲门 其实阿头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阿头自己获益最多 为什么 因为呢 这本书让阿头知道 原来我们可以享受每一分每一秒 与自己相处 所以呢 这就休息了 也就会把我们眼前的难关 不知不觉就度过了 希望对你们也有帮助 好咯 那今天的阿头业读就来到这边 我们下一本书见了 拜拜